镜头前,这个身穿黑色西服,望向镜头的目光沉静中带着犀利的男人,曾是叱咤香港的14K大佬陈慧敏。 但如今的他却沦落给网红表哥的站台,而他的人生也是时代背景下香港黑帮众人的一个缩影。 那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帮到底去哪了?香港又为什么曾经有那么多黑帮? 在香港众多的黑帮中,最先成立的是和盛河,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一个个工人组成的小堂口,大家都是奔着互帮互助的目的去的,也没什么制度和纪律。 直到1909年鸿门黑鸿谷抵达香港对各堂口进行收编并传授鸿门功夫。 再加上之后,香港大罢工,大量人口失业加入了帮会,和盛河才终于在1930年形成气候。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和盛河一家独大。 直至1947年向前领命,前往香港成立了新一安,后又有1949年葛兆竞敌港成立了14K。 军统出身的两人在香港收拢了就有的小势力,又带来了军人力量,经济上还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 于是迅速在香港崛起,从此香港黑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那么还有一个家族呢? 而这最后一个黑帮家族一群的成立的虽然晚,名声却丝毫不弱于其他三家。 一群是从新一安分化出来的,但是它代表的却不是新一安的利益,而是时任华人总探长的吕乐的势力。 1956年,以后吕乐想要组建自己的黑道势力,于是扶持无息好起来。 在全市滔天的吕探长的扶持下,一群在60年代越发猖狂,这种猖狂也直接导致了一群后来的灭亡。 其实,除了四大家族外,香港还有很多小社团,不过在四大家族的光环下,他们就显得不成气候了。 那为什么香港会在这个时期涌现出这么多的黑帮势力呢? 我们都知道在1842年到1997年间,香港大多数时间是英国在治理, 比是英国人更注重在香港捞钱,香港也只是它的殖民地之一,因此政治方面的管理就比较松懈。 东汉末年中央政权力量衰弱,民间各大势力便纷纷起头。 而当时的香港也是如此,和盛河市历史势力的发展结果, 鸿门的存在则很久远,最早是清朝时期成立起来的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他们的势力扩张进入香港并激发出新的活力是很正常的。 至于新义安和14K的崛起,则带着很明显的政治烙印, 有着国民党的手笔,一群的兴起也是因为其背后的推手。 此外,经济因素也是香港黑帮兴起的重要因素, 1842年伴随着割地协议的还有开部的决定。 在此港口进行的贩毒、清销工业产品、军火走私、出国手续费、 房屋出租等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巨大的经济利润, 因此地盘的抢夺成了各大势力的首要关注, 毕竟一旦得到地盘,上面的生意就是自家口袋的了。 这只是其一。 另一方面,我们回过头来看彼时的中国大陆。 1838年至1945年在进行抗日战争, 1945年8月到1949年在进行内战, 建国后政治上又出现了几次波折。 将近一个世纪,大陆都没什么时间和机会去好好发展经济。 而香港除了1941年到1945年这段期间被日侵占以外, 其他时间经济都在增长。 除了本土资金,还有国际贸易资金, 国民党转移的内陆资金等。 一个组织的发展离不开前, 香港这时候正好有钱, 只是看自身有没有足够的势力去抢钱。 为了金钱冒险, 这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是值得的。 而有了政治,经济的环境, 还有一个核心因素是黑帮势力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人口。 上世纪90年代, 香港黑帮四大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他们之间又有哪些斗争呢? 和盛河正式形成的前提条件是1925年的港省大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成为了流民, 这批流民后来成了和盛河的根基。 而还有一批人口是一些想要去美国和澳大利亚淘金的人, 他们想通过香港出国, 但是失败了, 之后滞留在香港又要面临生存问题, 因此加入了黑帮。 不过, 香港人口大规模激增还是在1938年, 日本发动广州战役, 数十万难民进入香港, 后来日本为了便于管理又遣散他们出港。 但是见识过香港的繁华之后, 这批人在解放后最终又回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 也不断有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 偷渡到香港。 而这些人口的流入是香港黑帮壮大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再加上政治的松懈, 经济的繁荣, 也给这些黑帮营造了发展的温床。 但是他们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期间少不了政治镇压和江湖争斗, 每一次镇压和争斗都会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所以最后在历史上流明的仅有四家。 而四大家族中和圣河是最早启示的, 因此最早面对风雨的也是他们。 他们的第一波风雨不是别人, 正是新成立的新义安和14K。 当时新义安和14K裹挟着军统势力强势在香港站稳脚跟, 作为民间力量的和胜和很难语气抗衡,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能屈居于14K和新义安之后。 但是这种局面在1974年才得到改变, 新义安在五六十年代则是加紧吸收新人, 在不断完善内部制度, 扩展名下产业的同时, 还在警方内部扶持势力。 1956年, 当时势力排在第一的14K发动了双式暴动, 和圣和也趁机制造混乱, 最终局面难以收拾, 英国派出陆军进行血腥镇压。 这起暴动之后, 14K实力被削弱许多, 排在了新义安之后。 新义安这时候也明白了保存实力的重要性, 一直没有对外惹事。 虽然此时新义安外面一片大好, 但内里却出了乱子。 1953年, 向前以涉黑的名义被递解出境, 长子向化言执掌心意。 而这时吕乐趁机在香港做大, 吕乐想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 因此选中了从新义安分化出来的 博豪吴希豪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直接管理一群。 此后一群在吕乐的庇护下, 通过贩卖毒品成为第四大势力。 不过, 博豪丝毫没有向家的沉稳和警觉, 在吕乐警告他, 香港廉政公署即将成立之后, 他仍然不选择收手, 1975年他就成了廉政公署的处理对象, 帮众从十余万减少到几千, 自己也锒铛入狱。 然而, 一群的衰落并没有让局面重新回到三足鼎立, 博豪事件受到牵连的还有新义安。 当时吕乐已经离开, 新义安不得不更低调, 甚至舍去一些人手和利益以求自保, 于是1974年到1981年期间和盛和一家独大。 但和盛和也好景不长, 在辉煌了七年以后, 内部逐渐分化成两派, 实力稍弱的黄俊在1982年代人加入了新义安, 成为了五虎之一。 就这样和盛和由此转折走向没落。 而新义安跟之前一样, 并没有因为稳居低而沾沾自喜, 看到局势严峻的他们, 在这次事件之后开始谋求转型, 逐渐将力量转到发展电影, 娱乐行业上来, 14K的一些成员们也逐渐向这方面靠拢。 1997年香港回归, 大势已去, 黑帮逐渐笑声匿迹, 他们都去哪儿了? 1997年香港回归, 大陆政府会做什么呢? 会像英国政府一样松懈管理吗? 这个问题成了当时, 黑帮各大势力思考的问题。 很快大陆政府就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带着对黑恶势力的零容忍态度, 大陆政府联合香港地区政府, 港警对香港黑帮展开了高强度打击和清扫, 没收了大量步伐产业。 这之后, 一些黑帮成员不仅失去了步伐经济来源, 并且时刻都有被捕入狱的风险,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出国、 洗白和入狱。 其中, 选择洗白的人最多, 他们有的家庭本就富裕, 慢慢转型走向正规经商, 例如今天的香港豪门像是家族。 有的个人有出色的能力, 于是投身于电影行业, 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例如李小龙、 陈惠敏。 剩下的人也纷纷投身于各个行业, 成为了普通的小市民, 还有一些选择了出国。 不过, 更多的是来不及走就被捕入狱了, 入狱的人中, 有一部分罪大恶极的被处决了, 剩下的有的监禁终身, 有的刑满出狱归入普罗大众之中。 香港黑帮都去哪了? 该淘汰的淘汰了, 剩下的可能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商业大佬, 可能是喜欢的明星, 也可能是街头某些人的父母也奶。 这些普通的, 大多想做个良民, 有实力的人在香港时不时的扫黑行动下, 也不敢露头, 时间久了, 也就淡了心思了。 天下乱则势力纷纭, 天下何则万众归一, 谁不想在盛世做个幸福的良民呢?